为何诸法自信空 又说诸法随因缘而起呢 我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 这个不矛盾的 因为诸法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现实 就世俗的这个层面 从这个角度讲诸法都是因缘 有因就有果 永远都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果和因 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自然法则 按照它的自然法则去变化 这个叫做因缘 然后从生义 或者是跟生层次的角度讲的话 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生义地 这个淋雨当中 或者是从这个层面上看的话 那就是没有因 没有果 所有的都是空性 所以叫做这个 呃 因缘起星空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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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